本集要開始 請各位獎者物體長莫及報時機 謝謝各位的配合 本場次邀請臺灣大學生蔡林助理教授 擔任主持人網友掌開歡迎 歡迎大家回到今天最後的一個session 接下來我們有四個talks 第一個talk是廣中大學生蔡林助理教授帶來的主題 是臺灣西部的生佈地震地構造 謝謝主持人 今天報告主要是針對西部的生佈地震構造 因為大家搬帶針取的時候看是淺誠的 那在這次地震的時候曾經這麼大的災害 其實生佈地震屬於在臺灣的西部 其實也是常發生的 那主要就是報告會針對這幾個方面 第一個是先介紹一下我們臺灣大概的地理構造 讓大家可以大概有一個初步了解說 臺灣的地理構造大概是怎麼樣 那跟美容地震的區域的地震關係到底是如何 那第二個是介紹西部的生佈地震構造 然後第二個是美容與假仙 那實際上這兩個斷層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我可以看一下它的兩個地震構造有什麼不一樣 那再來是講一下臺灣西部海域的活動構造 那為什麼要講一下臺灣西部海域的活動構造呢 那基本上我們在想說跟美容斷層是有關係的 美容地震是有關係的 因為美容地震實際上非常適合地震在中下腹地盒 那中下腹地盒在雨漠之前 可能是在屬於南海張力板塊的環境下 那我們了解西部海域的活動構造 那可能可以給我們一些ID有道理 這個構造是不是跟那個西部海域或是唐海的關係 那最後探討說這部地震構造的成因 是不是之前早期以存在的斷層在活動 OK 那我們看一下這張圖 而這個是今天看的很多便 這是張建基地所提供的余震圖 所以我們從余震圖看出來說 它其實有點偏向空氣象的 那它的余震構造從十幾公里之後慢慢偏到三十公里 這實際上是比較不尋常的一個地震活動性 OK 好 那我們看到說這個被土地震和美容地震 那實際上美容地震的余震是剛才這個地方 是在遺震控白彈 那這個是假性遺震 等一下我們待會再介紹 OK 那我們先從大的尺度來看 這是一張圖 Rugional的土毛口皮圖 從南部的地址 我們看一下從南部中部看到北部 那南部基本上是我們 這是遺震發生的位置的大概區域 那右邊就是土毛口皮 這邊是西邊是東邊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一個隱墨帶 隱墨下去到下面之後 這邊是菲利密海板塊 那我圈出來一般基本上 在之前至少就有深熱的發生 那我們等一下看一下它的地址相關性 所以我們知道說 在南部基本上 隱墨帶還是發生 你可以看到說 地址是受到牽引往下走 然後這四部地方其實這樣有地震 那中方三半 海岸三半這個兩群地震 基本上跟西部是不太一樣的 那正在四部地震其實 是也算是常發生的 那像那個張激震今天早上報告說 我們其實對於深波激震 其實都不是那麼的關係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到底是什麼樣的地環境 那中部的話其實 隱墨帶也是可以看到 然後菲利密海板塊 那這個地方比較偏淺 然後這個地址其實有些 其他變化 那到北部 北部的話其實比較特別 然後菲利密海板塊其實已經開始隱墨 所以你看到這個 然後海灘跟海灘 然後隱墨 然後這邊其實你看深圳 事實上也是有發生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從西部的北中南 基本上深部 都還是有看到深部的地者 OK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西部 其實針對我們這個南部 正式發生的地震的位置 我們接一個局部性的 頭髮過去去看一下 那這個是貝底地震 然後經過海灘的地震 我們認為是1994年到2009年的地震 那你看到說 這個其實在這個地方深部地震 10公里到30公里 其實都可以看到 那這邊有一群 那我們把美濃地震放上去 其實這一群 基本上大家在早上其實 有大概聽到說 這個其實是常常發生的 那比較特殊的地震 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20幾公里到30幾公里 地區 是新生出來的地震 那這個地方其實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其實 等一下大家可以看到 假設地震大概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是 廠商發生地震 之後到這個地方 是一個地震空白彈 OK 好 那是我們剛才看到 這個大區域的 在這個區塊下面 看到這個區塊的 深圳的部分 我們配合上震雲基石鐵 那震雲基石鐵 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是 有兩面 一個是這邊向東 向東起的一個 一個刷子 也有向西起的 所以這個其實 有一個 有一個 懷角的地方 存在 OK 所以這個是在特性 那在這個西部的話 我們有一個 高角度的 走向斷層 在這個地方其實 一個是有存在的 OK 好 那這是我從那個 黃宗的 黃宗博士的 Facebook上面 解釋完了 在前部的地方 跌到10公里 大家常常 從那個 平安博物質 可以解釋說 在前部的變形 那在深部的話 其實就 資料上就會比較少 那至於說 深部的資料 到底是 怎麼發生的 我們其實是 主要想說 考慮一下到底是 怎麼一回事 OK 那我們再留意一下 之前在 西部平原 西部 它的深部就是 ABC 增長費 那你看到 圈起來大概就是 深部20到30 升到40公里 或甚至垂直的 這些其實 事實上 都是有存在的 所以這是不在少數的 OK 那指動地震規模 其實不是像說 這是這麼大 所以大家比較不會注意 那我們再接一看 我們在中部的B drum 這些地方 其實都會有存在 那像尤其這個地方 其實比較 非常高角度的 那像 剛剛 趙月瑞博士有講到說 在那個 南投地震 深的地方 那這個是 幾里之後 所發生的 非常陶俏的 一個SARS 這其實都是 比較特別的地震 跟一般的 10公里上的地震 比較不一樣 OK 那就是 還來說 在03段 其實我們看到 深附其實就是 這樣一個地震的 一個構造所發生 OK 好 那 剛剛的 光群主要是用 開口的資料 那我們最近 把氣象局的資料 也加進來 那氣象局的資料 加進來之後 我們其實可以把 西部平原的構造 可以控制更仔細 所以這主要是 何俊文 他在2015年的 現象局報告中 所 做的一個結果 OK 所以這也是 比較精細的 一個 先介紹一下說 我現在這個地震定位 主要是 藍色和 紅色 藍色是 甲線地震 紅色是 美濃地震 那如果經過 HibleDT重新定位 用三圍的 發火重新定位 那這明顯是 美濃是用USUS 然後甲線是用BASS OK 好 那這個我切的方向 其實 我第一個是 切接近說 它的那個 平行於它的 走向方向 所以你看說 這個地方其實是 西邊東邊 然後這個是 靠近三邊的 西路部三燈帶 大概這個地方 那紅色這一群 其實你看到說 它其實是從 十幾公里之後 往下 余震 往下分布到 三十幾公里的地方 那它有意思的地方是 甲線剛好相反 甲線是從二十幾公里 往上跑 余震是往上跑 那你可以看到 後面的 柱度構造 實際上是有一個 高區的一個 一個角度 所以它 好像是沿著這個 高區的地方 做發展 OK 這是我們從那個 平行於走向的方向 那我們 垂直走向的方向 那其實 更特別 我們看一下 垂直走向方向 那事實上 像在美濃地震分圍三群 一個是 這個主陣 然後後面 靠近台南 北邊市場也有一個群 所以它其實破裂 其實應該講 余震的分布其實非常非常複雜 不是一個我們一般型的 一個面 所以一二三 所以也可能是說 今天早上大家 在模擬上面 其實會 不是那麼的 你只用一個面 來去模擬 不是那麼的一致 OK 好 那這是 藍色就是 甲仙的 好 那我們來垂直 它的走向 橫切之後 你可以發現說 在這個地方 主陣發生的時候 它是類似近乎垂直的 一個余震分布 之後 往深的地方走 然後這個在 北邊所放 一些比較淺的地震 那另外一個很特別的 你看 甲仙 不過你一樣 你其實可以看到 其實在 地震發生其實也是一個 近乎垂直的 然後之後 變成比較散亂的一個 一個 地震 余震分布 OK 那我們把走向 畫上去的話 基本上是近乎 東西或是 西北公然巷 那這個 跟我們一般看到的 東北巷的一個 走向 那 基本上都不太一樣 那所以這個是說 為什麼這些 深的地震 會發生 而且它的方向是 呃 東西下 而且進入垂直 OK 這個其實在一般人 想的 我們在那個 呃 折洞密處在其實 比較難看到的 而且就是非常深的 OK 好 那我們就想說這個在 現在 呃之前這個發生在 中下部地的這個地方 基本上是 之前是 呃 屬於 南海張裂時期的一個 地震環境 OK 所以我可以回到這一張 呃 這是呃 呃 許老師 他們在2004年發表的一個 台灣在偽造站之前 它事實上是屬於一個 張裂環境 那所謂張裂環境 基本上它會有很多的 地線地雷 那這個地線地雷 基本上它的角度是 非常非常抖 抄 OK 所以碰到之後 這個地線地雷本來的地塊 地殼 基本上它就引摸到 呃 台灣的南部下面 那這個已經形成的 地雷一塊 如果說 再經過 印尼的作用的話 基本上它的屬於產車 它刷子其實不太容易 刷子其實就比較有可能 OK 那這是林電鎮老師 在 呃 東北西南下 那在 南邊的話 偏向於 東西下 那你看這個像 洪湖高區那邊 也包括這邊 一族後 B後 基本上它會偏向於 東西下 OK 那這是一張MART 林電鎮老師的手畫 就是說 在南海張裂的時候 有很多的 症斷的系統 那之後到了現在的時候 這些症斷的系統 基本上它就引摸到現在 變成地殼的其中 我們現在台灣下面 西部地殼的 其中的部分 那這個如果說 受到印尼的擠壓的話 我們會再產生火掛 那這是在 呃 更西部的調查 可以看到說 這邊其實有很多 很多條帶的東西 進東西上的 症斷的系統 那這個 基本上也是可以引到 台灣的西南部 那這個是我們 看到的那個梅隆 紅色和那個甲鮮 所以是進 東西下的一個走向 而且偏向高角度 OK 那這個其實 可能告訴我們 其實這個 這個生物的地殼 可能是跟之前 在南韓障礙所 產生的地塊是 有關係的 OK 那我們再看一下 呃 它的海域的 真的 非常靠近 呃 台南地區大概這個地方 這個是 五在這邊 三是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是看到 小福這個地方 所以它其實可以看到 現身的 非常多的 症斷的系統 那這個症斷的系統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說 它其實可以切斷到 十幾公米 那你可以在 螢幕的話 它可能會變成是 二十或三十公里 都有可能 OK 所以這個是在 我們在 從海域的正確期間 也看得到 那我們最近其實做了一個 我馬虎鼻是 跨越海峽的 那我們就看西西湖面 叫西西湖面 叫西西湖面 比較接近我們 這次的區域 所以應該要從這邊的 張列球 現身的張列球 到螢幕下來 那這螢幕的時候 這張列球 應該持續也存在著 所以可以造成 整個正斷層 變成 穿森林的活化 OK 那這是在 Dance Brown 在2016年其實也有 突然的概念 這是深呼的 斷層系統之後 售集之後 那這個是第三斷層 然後這可能就是 屬於我看的 兩三個斷層 OK 好 那這是我大概 大概在整個 深呼斷層系統 我們跟我們 正斷層之後 在活化事實上 是不有些關係的 OK 這是目前的假說 OK 那我們其實在 最後其實在 避震8月之後 我們去針對 氣象局 還有其他在空白地區 我們去組的站 那希望說 在不久 將來我們可以在 整個地方 可以再做一個正氣部的 一個 速度構造 還有余智的補牆 那這主要是 感謝了 東方大學國政 還有那個 中方大學的 功能和努力的方法 OK 那我的報告到此 謝謝 我們應該還有一些時間 讓大家問問題 嗯 有沒有 想問問題 吧 要問問問題 好不好 你那個台南 東邊那個 不會覺得太深了嗎 在你的模型裡 台南東邊 20幾到30 這個台南中東邊的 那你事實上 在比如說 你帶領導師之前的 呃 成績構造 這個其實基本上是 後來整個堆疊上去的 或是現在看 我們剛才那個 在劇片的時候講的 MARCA & PEER 這邊其實都是 非常低速的東西 所以這個 下 呃 這個 下壓的壓力其實非常大 所以這個其實 你看說 7、8公里以上的 那 超負的那個 成績固 其實是有可能的 OK 那只是 那至少從這邊速度構造 你可以看到說 它這個 在硬度上其實也是 有可能的出來 所以 這個 對 這個 事實上 這個當然是我的一個 那 第一個是從走 走向 那第二個是說 在這個地方 你要讓它 產生一個 莫名其妙忽然生成 一個斷層 讓它破裂 其實是 這個力量非常不太 不太感受 OK 那只是說 從這個方向去思考 那當然說 你現在用這樣的 圖畫園 能夠解析這樣 這樣的解析不可能 所以也是說 下一個必須要說 你能不能用 其他方法 或是更高解析度的 負占方式去補助它 這個是 未來要做的事情 那只是說 這個是 目前的一個 這個 是沒有 相反這樣子 所以是中心下 所以也是 中心下 而且是 中心下 而且是 中心下 然後是 中心下 然後是 這個基本上 基本上是 後來你這邊的 那個 板塊的擠來方向 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還是會 很能處理 對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把這個 弄到 西方 東西 對 這麼好 在這個地方 東西 後面 這樣子有一個不非常好 對啊 多一樣 幾乎換上台 他們有一個可以這樣去 還是有沒有一個 風南西的校長 對 好小 好 那我們就先說了 好 好 好